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事關於一宗娛樂新聞 有一個59歲兼職游泳教練 亦都是結他老師李亭川 他在2010年認識當時的女朋友13歲的妹妹 涉嫌摸她的妹妹的下體 之後又教這個小女兒替她含傲 以及發生性行為 不是強姦發生性行為 即是女兒也是願意的 李亭川在2017年 過了7年後才被起訴 到今日才在區域法院承認非禮 以及非法性交等罪名 這麼奇怪 為何會說她非禮 但又非法性交 為何不是強姦 如果她非禮 那就是涉嫌強姦 因為她有性交 那為何 我不明白 我理解不了 即是她不是強姦 她是非禮和性交 即是女兒是願意被她吵 但就不願意被她摸 不願意被非禮 我不是太理解到 這些法律 總之她不是強姦 她是非禮和十三 因為屌十三歲的小女兒 就橫額等候判刑 剛剛我說到這宗是一宗娛樂新聞 人家衰風化案 為何她變成娛樂新聞 原來這個混蛋李亭川是一個什麼人 原來這位被告李亭川 在39年前的一個歌唱比賽裡面 曾經打敗過張學友的 嘩很厲害 唱歌唱贏張學友 就說在1983年 由這個歡樂今宵舉行的 盡顯才華聲聲聲 這麼尷尬一個名字 的踢館賽 當時22歲的張學友 以遲早示一對 是一首歌 挑戰李亭川的誓言 最後張學友得分38 李亭川44 李亭川以6分 即贏了張學友6分 當時的比賽評判兼歌唱家 周文山就說 張學友也有缺點 張學友的缺點就是 唱得不夠連貫 很多尾音都是求能期 交代得不太清楚 不太圓滿 但當年李亭川 在踢館賽贏了之後 沒有繼續音樂事業 反而轉了行 做這個印刷設計公司的經理 而李亭川的同事 聽過他 原來你贏過張學友唱歌 同事都是不相信的 但看完比賽的片段之後 都說他唱歌真是好聽 而李亭川自己都說 現在回望就是 曾經有過張學友的對手 在人生裡 都是一個紀錄 當然 張學友現在的人封他做歌神 雖然我自己對於張學友 我覺得他的歌是好聽的 但我又不是很迷 但張學友也應該是厲害的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聽過他一首歌 命我借身一起 哦哦 以後明天 不知道什麼 我都不懂唱 總之大約是這樣的 不知道什麼 哦哦 那首歌是 好奇怪 唱一唱歌 無緣無故 哦哦 然後王志華還笑咎 他這首歌 所以這首歌很有印象 想不到 李亭川這條 這條款頭 樣子都很噁心 居然呢 曾經唱贏過張學友 都可以見到 人呢 真的有很多面 你看到他 衰十三哦 吊細老女 還要搞女朋友的妹 擺明 就是一個賤人中的賤人 含家產之中的含家產 你又怎麼想到 原來他唱歌有一首 還要曾經 唱贏過張學友 大佬 不過他這件事 都搞多久 吊細老女這件事 2011年 吊隻蟹 2017年 才被人告 吊你老母 現在都2023了 快到12月了 快到12月了 現在我錄音的 今天就是11月30日 明天應該就是12月了 這些傻子搞這麼多年才判 我看那些刷頭 衰十一 最多可能拋半年 一年進去坐 可能擔保 喂他現在 搞成四五年 或者2017年才被人告 現在都快到2023了 搞什麼事搞四五年 什麼事啊 那麼奇怪 會不會是因為 年代太久遠的關係 可能要多些時間 找回證據 準備回事才告到他呢 他都得到他應得的懲罰 現在叫做 不過這個世界就很奇怪 有些人 好像這個 叫做什麼的名字 忘記了 已經叫做張庭川 這個傻子 他做完一些壞事 就要受到懲罰 可能要坐牢 但是有些人 做了壞事 又可以逍遙法外 譬如陳同佳 那樣 殺人家 塞人家的行李箱 說這樣都不用坐一輩子 之前還有靚屋住 現在就說什麼 在深山那裏 不知道幹什麼 在深山那裏 你說這個世界多麼奇怪呢 有些人做完壞事 當然是要坐牢 但是有些人又不用坐牢 所以呢 我都看不透 全香港的人 都知道陳同佳殺了人 都知道殺了潘曉榮 但是 就是不用坐牢 這些就是法律 就是法治 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裏 沒什麼特別 照舊 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